這次展覽名稱就具體而為 也是在講從身體出發 然後採用在社會 關於這個體制 那這次展覽主要有四件作品 然後都是 都是跟疾病有關 每一件作品都是由疾病的病症出發 然後去套用在我觀察 或者說觀察到我日常生活 可能到這個社會裡面發生的症狀 這次展覽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作品叫做 躁動 那這件其實主要是由過敏所引起的排斥反應 是用一個碎形函數的軟體 做一個無限維度的一個數位的模型 然後用3D印刷的技術 然後將這件作品印出來實體化 那這整個從建模到裂印 3D列印出來 中間的過程其實都是很數位的過程 那我稱之為這個其實是 將媒體實體化的一個過程 也是一個最短的路徑 無限維度情緣